從我剛才立刻回答啟動結片程序 那就可以知道台中市政府對這個事情 是採取怎麼樣的決心跟高道德標準 三名受害者他不敢來提出 性評的這個檢舉的原因 就是因為怕失去工作 那今天這一場 今天這個個案 剛好立下了我們全國最糟糕的一個案例 如果今天台中市政府我們的勞工局 甚至於我們的檢調 沒有辦法積極的來處理這個事情 這以後會讓所有的受害者更加不敢站出來 受害者都已經到了我們的議會 台中市議會的名義最高電行裡面 接受這個性評的訪談 居然還會被跟騷偷拍監聽 從我剛才立刻回答啟動結片程序 那就可以知道台中市政府對這個事情 是採取怎麼樣的決心跟高道德標準 雖然我對於因為剛才我才清楚整個稍微來龍去脈 雖然我並不清楚原委 但是我已經展現決心跟態度 非常好 今天我們就會派員去這個事業單位來了解 如果他沒有依照《姓北工作平等法》 第四三條的規定 順對這個案件做立即跟有效的捕捉措施 比如說把當事人調集 直接回答我的問題 對 可以 我們今天就馬上會派人去做一個調查